乙肝疫苗要打几针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薛弘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人医师 一般的如果你完全是没有感染过乙肝 应该是打三针的 我们好比是你现在一打 一个月以后打 六个月以后再打 要注射三针的 我们现在的国家实行的激化免疫呢 就是给新森儿按照016进行注射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抗体 应该按016的时间进行注射的 严格起来没有年龄限制 任何年龄人群都可以注射乙肝疫苗 乙肝疫苗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注射乙肝疫苗 现在国家呢有统一的规定 要在疾病控制中心 我们叫CDC 指定的预防接种的社区的医疗卫生机构 或者是辖区内的预防接种的机构进行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